如可见这次以色列内部是荒成什么样子 因为你之前以色列不是是在吃饭 不是是在休闲的和平时期 你已经在加沙打了半年多 打了半年多 然后你去炸伊朗大使馆 又是你开的头 你就算觉得 按照道理上来讲 你就算觉得伊朗对你的反击的概率比较小 你得有一个应急预案 就是他真的打了怎么办 然后从事后现有的情况来看 尽管这个情况是碎片化的 但有一点可以确认 都是走一步开 都是走到哪里看哪里 并没有一套事先设定好的几号方案